众所周知,游游朱一龙,童谣,王志文等主演的《叛逆者》播出后,热度相当不错,成为了6月份的一部大热剧。 该剧情节节奏快,紧张刺激,高潮迭起,演员演技在线,随着剧情推进,在沉默群的掌控下,刚入行的菜鸟林南生和邮差顾慎言,其实都在刀尖上行走,究竟谁是真正卧底? 目前对观众来讲,还是个未解之谜,紧张刺激,高潮迭起,《叛逆者》热度爆表,近日,孙力出席某活动,在采访时,孙力表示,作为一个叠战剧迷,最近也在追叛逆者,只有真正看到好剧,才会获得观众的掌声。 该剧不像以往的叠战剧那样步步深入,观众只能依靠埋射下的草蛇挥现探寻真相,不过,剧中让我眼前一亮的当属朱一龙, 把出入茅庐的新人特工林南生演绎得相当有层次,哈哈哈哈,随后,孙力透露,昨天我和邓超在追剧时,一直在讨论真正的卧底是谁,顾慎言现在是知道了,另一个是有待观察, 而我打电话问朱一龙真正的卧底是谁,不过被他拒绝了,这让人不解,对此,孙力调侃,朱一龙说一顿中午饭换剧透,还说晚饭估计是等不到了,哈哈哈哈,朱一龙这回复也是让人笑翻, 当然,叛逆者能大火,更多的则是赢在了朱一龙的表演细节上,目前,林南生站在人生路上的十字口,前有善良的朱一珍,后有冷血的沉默群, 我们也是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表现。